哎呦跟你讲 林志健是抄袭 蔡壁如那个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都还不晓得 蔡壁如硕士学位惨遭撤除 后续怎负责 柯文哲不着急处置 就连当事人也解释不清 所谓瑕疵属实是指怎么样 没有就是说如果他寄来 这个不管叫做判决文 或者叫什么全文 告诉我哪里哪里怎么样 我想就是应该这次学校 有一个说明 那不管属不属实 我觉得依照我的个性 我应该都会吃吧 讲了却有听没有懂 难道是存在暧昧模糊空间吗 主持人只能再次确认 那如果最后德民科大 还是认为你是瑕疵 那你就吃 对一定是的 我不会卷念我的这个职位 我有跟他提说 我会提吃立花园这件事情 那他怎么说 那他就说 嗯 够gots 报备柯文哲已做好心理准备 被秒赞 有gots 但真是如此吗 蔡壁如昔日批评林志坚的言论 也被翻出 要林志坚不止退选 也应该跟大众道歉 经强力捍卫自己权益与清白 要林志坚不要硬拗政治迫害 现在不满媒体资讯 比当事人还多 过去很酸诚实认错很难吗 如今反控学伦会没有具体说明违反市政 种种言论反打脸自己 自己回想过去怎么去说别人的 现在事情惹在自己身上了 那到底又要怎么自圆其说 柯文哲或者是蔡壁如应该有这个勇气 那自己来决定辞掉他的不分区的立委 对比第一时间还没看到审查报告 就退选的林志坚 谁比较有Gods 答案不变自明 进行黄轩柳威婷采访报道 那么这 highlighting 对对对好 兰亚 Did 你 对 对 我 对 我 in 感谢观看